邪犯光天化日下搶劫車輛 接下持23歲郭姓女駕駛 導致駕駛過度驚恐懵踩油門蛇行 撞傷正嘴被過馬路的14歲黃姓國中生 和60歲的陳姓單車女騎士 國中生當場被撞飛兩殘樓高 倒地不起雙腿變形骨折 而陳姓婦人則是陷入昏迷 當時陳姓婦人遭撞後 就立刻送往台北馬街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昏迷當中 跳起氣功操 驚開腰軟有模有樣 她就是盧州遲到搶案中 不幸被撞的60歲陳姓婦人 經常在臉書po 出去戶外遊玩的照片影片 看得出來熱愛運動 但如今卻不省人事 陳姓婦人的親友 也紛紛在她的臉書留言 為她加油打氣 希望她早日康復度過劫難 能夠回來公園 繼續和他們一起練功 這裡啊 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總那麼大 同樣遭遇劫難的黃姓國中生 騎腳踏車被撞飛 幸好目前亦是清楚 只是受到嚴重驚嚇 在醫院救治中 家屬也是好不捨 沒有 她當時真的嚇壞 感覺是撒住的 後來就在哭 我就叫她不要哭 因為害怕開刀是嗎 也會害怕 當然畢竟看到一個名詞 對任何人來講都會是害怕的 事發在盧州這起搶案 嫌犯在車上拿出小刀 逼迫駕駛開車 導致駕駛暴衝蛇刑 兩位無辜受害者不幸受傷 親朋好友不捨的同時 還是繼續給予陪伴 希望他們早日脫血 記者黃天堯 王浩慈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